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明星以及明星的行业 这些年互联网的兴起 出现了一个新词叫网红 网红很简单 就是网上红人 这词一开始不是什么好词 现在变的是个好词 网红是通过网络走红的 那肯定是互联网以后的事 最初大多数网红就是一个普通人 它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名票 票友 票友是什么意思呢 是业余喜欢唱戏的人 比如人家说你给票一出 就是你不是专业人士 票友最初是买票出来的 你知道过去很多有钱的人喜欢唱戏的 那就包座位 这座位只要有戏唱一定是我买 那特有钱 在民国时候能看得起戏的人 非富即贵 那么票友呢 他本身是戏剧界的一个行话 他就指的是非专业的演员 但是他是戏剧爱好者 能唱 如果唱得非常好 叫名票 名票呢 会有很多名角陪着唱 我们历史上 你看上海的杜月笙就唱过 有人陪着 对吧 后来很多名角跟名票都成为终生好友 我们的互联网在全世界普及不过30年 所以中国的初代网红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还是跨入了 2000年跨入了21世纪 大概在非典那年 2003年的时候呢 在清华 水墓清华和北大卫明湖的论坛上呢 就出现了一组照片 这照片是谁呢 是芙蓉姐姐 芙蓉姐姐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腰软 胆辣 抗打击 发的那都是辣眼照片 其实她自己没怎么炒作 是跟被网上一番炒作 结果这芙蓉姐姐就红了 芙蓉姐姐是一个特别盲目的自信 她非常的自信 芙蓉姐姐到今天仍然出现的时候 还有点余波 那么到了1997年啊 国外就出现了这种社交平台 很多人就根据自己的真名呢 在网上开始交朋友 当年呢 就是博客网站就开始流行了 这些都是主流 在这个社会的影响下 你比如我就开始也写博客 我2008年就开始写博客 我那时候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呢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你应该通过网络跟这个网友沟通 说你应该写点博客 我说那写博客对我来说 是不是个简单的事吗 那我好 我就好好写 我呢先答应你们 每天写一篇 我先写一年 我这把我把我自个儿制死了 我当时是不拿电脑写的 我到今天也不拿电脑写 也不拿手机写 是拿纸写 我为什么那个博客绝大部分 99%都一边长了 是因为我每篇文章只写两页纸 大约600字 我坚持了一年 写了360多篇 没有一天停下来 你这一年要办很多事情 在世界各地走啊 非常的辛苦 就觉得坚持这件事非常不容易 那我为什么要坚持呢 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自律 人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 所以我写了一年 第二年就开始降速 就一直写写写写 写到今天就写得越来越少 但是我总共写了多少篇呢 我写了1600多篇博客 如果出书的话 很容易出这么厚的十本书 那么它记录了我至少十年以来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对吧 我们过去一听 网红跟明星是非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区别 但现在很多网红呢 变成专业网红 两者之间的界线呢 越来越模糊 这网红跟明星一样 都利用个人的号召力 为品牌 为产品 带来知名度和人气 所以你看很多明星去做的事 跟网红没有区别 明星拼了命的向网红靠拢 这在两三年前都不可想象 我们现在的网红跟明星比起来 它有一个特征 是明星没有的 它接地气 所以呢 它更像啊 是粉丝们的闺蜜 所以网红的明星化呢 也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 我们大家都看得见啊 网红比较有名的 有李子柒 李佳琪 威亚 他们开始参与了一些综艺节目 开始拍摄广告 担任推广大使 明星啊 跟网红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明星是少数人包装打造出来的 它是靠少数人 对吧 你一个 你说这个我这明星 我整个团队也有好几十人呢 好几十人也是少数人 但网红呢是靠网络上多数人打造起来的 你没有多数人对他的追捧 这个人就肯定红不了 我们今天说网红不一定说人 比如网红打卡点说的是什么呢 地方 对吧 这个地方人去了打卡 所谓打卡就是留个照片 比如网红餐厅 对吧 它已经不是跟人有关了 还有网红的城市 当然还有我们的网红猫 官府猫三十多个猫就是网红猫啊 一到节假日啊 那个孩子领着家长就来了 对吧 我们整个在这个博物馆 官府博物馆的宣传中 网红猫支持了博物馆的相当建设 官府猫呢 在官府博物馆的生存 它其实是一个偶然 2003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养第一只猫 这只猫呢是我们的花肥肥 当时被人遗弃 我们可怜它开始养它 后来又有了黄枪枪 又有了蓝毛毛 又有了麻条条 又有了三四十只猫 这些猫都是流浪猫 或者是被别人弃养的 我们有一个口号就叫 以领养替代购买 让生命不再流浪 我们提倡 如果你想家里养个宠物猫 就接受这种中华田园猫 那么在电视购物的时代 很多人对这个时代已经很陌生了 电视购物啊 我有时候看 我看什么呢 我看他怎么胡说 后来啊 因为我那时候老出差 出差呢 那时候也没手机啊 有手机 手机只能打电话啊 上面没有内容 所以只能看电视 电视上就看见一个人叫侯总 这侯总是史上最牛的广告人 他在节目里所说的事情呢 都是要求专业的团队来背书啊 侯总卖东西是完全按着一个喜剧来看 是吧 而且他经常有出乎意料的降价 降到你不能忍 侯总的口头语就是 我不是为了赚钱 这么好的东西拿到了国外 十倍的价格早被抢光了 什么什么事一通胡说 所以说中国第一代卖货的教父 就是这侯总广告界的啊 奥斯卡影帝 你要没看过他说那八心八剑水晶钻 啊 那你真是亏了 那么他说什么八心八剑的这个水晶钻 是什么呢 是个人工的切割的一种合成的养化糕啊 就是说白了是个假的 两克拉的八心八钻的水晶钻 只要998 你相信吗 对吧 当时他广告里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 劳斯丹顿手表 我们这个手表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是僵尸丹顿 车最有名的是劳斯莱斯 他把这劳斯莱斯和僵尸丹顿捏在一起 叫劳斯丹顿 所以他吼着说中国档次最高的表 仅售2980 劳斯丹顿手表中的劳斯莱斯 中国人档次最高的手表品牌 其他品牌统统必退三社 他卖表的时候 你都不能想象他拿什么东西 他拿出一电钻来钻这表 表示这表有金刚不坏之身 侯总还有粉丝呢 人家那粉丝叫迷猴 你看这粉丝的名字也起得好 迷他 迷他 迷猴 说你三更半夜的 你要看这一个猴总 你都有时候睡意都没了 我说网络今天的好处是不埋没每一个人 你只要有一点本事 你就会往上冒一点 你有大本事你就冒的很多 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红的一个网红 这网红很有意思 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长相普通 宽额大脸 叫李雪芹 名字也非常普通 他的名字普通 是他的至圣法宝 当年我们策划可望的时候 当时策划电视剧是这样说的 说把中国人的美德堆在一个叫最普通中国人 人名的身上 这个人就叫刘慧芳 当时好像还起了什么王贵芳 李淑琴 什么起了一大堆名字 大家觉得刘慧芳这个名字十分普通 你看李雪芹这个名字也十分普通 你知道如果名字非常各色 他肯定红不了 比如李雪芹叫李埃蒂 你认为他能红吗 他就红不了了 我们可以看到网红一代一代的在升级 我们如果做一个比喻 富翁姐姐那一代人是按键手机 到了李雪芹已经是智能手机了 我们今天无疑进入了网络时代 我们今天的明星与网红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 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一直在说这句话记住了 叫物以知为贵 过去是物以稀为贵 你东西越稀少越有价值 今天不是 今天是个信息时代 一定是物以知为贵 什么东西让你知道了 它就变得有价值 近十年科技革命改变着我们 我们现在可以畅想第四代网红是什么样子了 有可能第四代网红不是人 是一个全息的主播 人创造出来的 具有人工智能 说的话可以直达你的心扉 可以用各种高科技虚拟购物现场 甚至可以让你通过屏幕有感受 也许这是第五代 第六代乃至第八代 咱就不管它是多少代 科学技术一定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今年七夕我看到两条新闻很耐人寻味 一个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结婚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国家的平均结婚年龄已经从2013年 也就是七年前到现在越来越晚 越来越晚 许多人选择晚婚甚至不婚 还有一条是新闻叫虚拟男友 这个虚拟男友在24个小时里能陪伴你聊天 这个写诗啊唱歌啊还能帮你做PPT啊 外表性格啊兴趣任你调教 你可以训练他你可以让他越来越懂你啊 他还可以有点小脾气但是他不会惹你生气 小炒宜情啊 据说这个虚拟的男友在很短的时间内订货上百万 那么照这样发展下去 未来的虚拟人类的数量有可能超过我们真实人类 当这种虚拟人类啊结合机器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人类没有任何优于他们的地方 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成果啊 比如我们的健身啊学习多门语言 这个学习历史这要花费精力 花费时间我们学习语言多困难 像我这么笨的人学语言特别的费劲 但他机器人不需要啊 现在这个马斯克不是黑科技出现了吗 大脑里可以植入一个硬币大小的芯片 你知道我们这脑子里不是满的啊 我们脑子里有很多空间 一点用都没有 把这芯片往里搁 还可以遥控 随时可以补充知识 你看那个诗歌大会啊 冠军告诉我 他能背三千首唐诗 我要脑子里搁这么一芯片 五万首唐诗全在我脑子里 一背不赢我 对吧 我们过去十年学习的知识 有可能在几分钟就输入你的大脑里了 你想上哪 想谈论什么 迅速买买一个内容搁进去 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删了 那么把整个人类的大脑的思维 和记忆完全能够上传到互联网的云端 储存起来 那这时候我们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科技这次进步 我们一直在说是智能家信息革命 我们未来的生活一定是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的 我们真的无法预测 无法预测我们的未来是怎样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 这要引出一个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提出的终极哲学三问 这三问非常的简单 第一问 我是谁 第二问 我从哪里来 第三问 我要到哪里去 这个哲学三问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了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我 我从这里来 要到那里去 那么明星这个概念 产生于什么时候呢 上个世纪初 电影产生之后 最先产生于美国电影 他指的是声望很高的演员 明星呢 他当时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 好莱坞要打造明星的意识呢 非常强烈 所以他要吸引观众 脱离实际生活 建立一个虚拟的美好世界 这个世界里呢 只有爱和成功 那么明星在大荧幕上诞生以后呢 他不可或缺的 就出现了我们今天 兢兢乐道的八卦 因为你是万众瞩目的明星 所以有意识无意识的 叫制造很多话题 让粉丝们去追 那我们说中国古代有没有明星呢 中国古代还真没有明星 中国古代的明星呢 叫明觉 明淡 明票 比如京剧的明觉有谁呢 谭新培先生 程长庚先生 杨小楼先生 叶圣兰先生 那京剧的四大明淡有谁呢 梅上成寻 梅丰芳先生 程雁秋先生 尚小云先生 巡慧生先生 那么把演员叫做明星 是因为电影开场前 荧幕是一片黑暗 源于这一片黑暗 所以把闪亮登场的演员 称之为明星 明星是这么来的 我们今天张嘴说 这一明星 那一明星 各行业都有明星 最初就是电影演员 上世纪的 大概四五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 中国电影风起云涌 比如上海 北京 尤其上海 拍了很多电影 我们这代人 比我们长一代的人 很多电影明星 我们都耳熟能详 比如当年的金燕先生 王仁美先生 王仁美是女的 女的对长者的尊重 都可以称之为先生 这些都是在民国时期的 影帝和影后 你如果对中国电影发展史 有所了解的话 这些人都应该是知道的 明星在中国 古代社会 他不叫明星 或者说他也不叫演员 他就叫角色 我们今天 演艺界都把角色读成角色 其实这个角色最初就是角色 这个角指的就是这个角 所以我们今天 影视界还残留了一个痕迹 叫角本 为什么这个角色后来变成了角色了呢 是因为过去各行各业 都会有一种音变现象 诚心读的不一样 以示区别内外行 比如你一说 您出什么角啊 这角就是角色的儿化 这就是行家 如果说您出任什么角色 人一听 您就是一棒锤 棒锤也是黎元行的话 就是你是一个外行 比如 我们常说三更半夜 但黎元行他可不说更 他说京 大京的 三京半夜 光当当一声 这个为什么他说京呢 音变 你比如这腿舌了 今天大家说的都很习惯 其实这字原来就念折了 折断嘛 对吧 我们今天依然念折断 那为什么念舌了呢 这些也跟黎元行的音变有关 打舌你的腿 不说打折你的腿 音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中国字呢 都是一字一音 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一定给大家讲一讲中文的奥秘 它就是一字一音 每个字是一字一音 一意 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思 我们先说这黎元 今天一说黎元行 就是京剧这个行的 黎元行这个词 不是黎元行 黎元这个词呢 最初是指唐代都城长安里的一个 黎树园 一到春天开满了梨花 梨花入诗的地方很多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是讲下雪 还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句叫 一树梨花鸭海棠 你想啊 意象有多么美 唐玄宗李隆基酷爱诗歌戏曲 他就在这个黎元这儿培养 培训艺人 后来他就成为了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集歌舞系 为一身的练习场所 久而久之呢 这个黎元就被称为了戏剧的一个代名词 他最初呢指的是戏剧界 后来慢慢慢慢演化成单指京剧界 所以说黎元行 不用问 京剧界人士 以前呢 这个戏剧艺人都出身贫贱 他为什么出身贫贱 因为小时候练功太苦了 富人家的孩子受不了这罪 那么这些行业呢 生存非常不易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呢 他就出现了很多行话 另一行也有很多行话 是不是 行话有一种是刚才我们讲的音变 还有一种是单独创造一些词汇 比如 您唱的 走调了 这叫什么呢 叫黄腔 开了黄腔 后来这黄腔有点奇异 所以就改成了荒腔 荒废的荒 所以我们成语里就有荒腔走板这么一说 这是源于戏剧的一个成语 我们生活中经常说 这人做事有板有眼 这个板和眼就来自于戏剧 我们唱戏的人 对板眼要求超过了对腔调的要求 你比如要有一个黎原行的人夸你说你唱的不错 有板有眼 这是很大的嘉奖了 我们今天老说 看戏特狗血吧 撒狗血这词就是从戏剧中来的 它最初是指戏中规定的情景和这个角色的身份 性格特性去迎合欣赏水平比较低的观众 影响他们的这种低级趣味 所以把这个戏表演的非常过火 以博德喝彩 这就叫撒狗血 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剧情特别狗血是这么来的 就说这剧情过了 只不过这两年呢 不说撒狗血了 说撒狗粮 撒狗粮是什么呢 秀恩爱 你再比如啊 经剧行业中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叫倒仓 说这孩子啊快倒仓了 什么意思呢 是指青年的男演员 大概在14到18岁之间啊 每个人不同 有的人早有的人晚 这个声带啊 发生了变声现象 女孩子这个过程不太明显 男孩子非常的明显啊 你看男人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能模仿女生唱歌呢 就是他嗓音是尖的 倒仓以后他就会变得比较低沉 倒仓如果保护不了嗓子啊 保护不好 这个人就废了 声音就会变得 比如粗雅呀 那么过去这个唱戏的男孩的倒仓的时候都有专业的师傅 帮他调教啊 保证他的嗓子在倒仓以后依然可以唱戏 那他不幸的是呢 有很多童星啊 倒仓没倒好 年轻的时候啊 童星的时候非常有名 长大废了 那么这种行话中啊 比如吃栗子 也说吃螺蛳 奔瓜 是指心情紧张 或台词呢 不差 不熟 在演出中把台词念错 或者念得结结巴巴 我过去呢 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人上台 上台的时候就真见过 这个演员就俩字还给念错了 紧张到啊 无以复加 我们那时候啊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的后期 普及样板戏 我跟着是专业团体啊 空正文工团 到东北邻区普及样板戏 我们都是没台词的 我上去演好几个角色 都是没词的 对吧 比如李奶奶在第四集中说啊 屋外有狗 我就上台 围着电线杆子转一球 下去啊 我就眼内屋外有狗 跟着纠山闯进屋里说 搜 我就出流一下到礼物 拿出一本《黄礼》了 一地都没有台词 但我们有一个孩子 他说演戏没有词 不叫演戏 我得找一个有词的 那有词的 这种角色呢 都是专业人士演 其中有一个角色 叫两句词 两个字 一句一个字 这个智取微苦山 这个参谋长说 小张 道 戴卢平 是 就这俩字 这哥们领了这任务以后 天天拿一铁锹瓣 当时不能拿枪啊 上台才给一个假枪 平时拿一铁锹瓣 在那练 天天 道 是 到 是 把所有人都搞烦了 彩排也没有事 正式演出 邵建波说 小张 是 戴卢平 道 就这俩字彻底念翻 底下哄堂大笑 但他自己浑然不觉 人 是演员 就是演员 你天生没那根耗子 你就真当不了演员 我就是 当不了演员 经济中呢 还有一些规矩 你比如说 有一个规矩叫一颗菜 你听这个 有点不再理解 什么叫一颗菜 它主要是主要角色 我们现在开始按经济的说法 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之间的 一个默契配合 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 前段时间 小视频里老有发一个 杨子荣在后场的过程 换装 所有人帮他 换衣服 该记得记 该穿的靴子穿 是吧 到那时候 还有人把这个水 递上一杯水 喝了一杯水 主角杨子荣 把杯子一放 然后那麦克 就煮上来了 就穿临海了 你看所有的人 围着这一个人转 保证所有的衔接 天衣无缝 他还真不是讲排场 他就是这样一个规矩 这个规矩就叫一颗菜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 戏剧界是一个很小的行业 它的影响力很大 过去在没有影视的时候 看戏是人生中巨大的一个快乐 大部分人看不起戏 电影的好处是一个片子出来 能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 看戏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戏剧界呢 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 那以前过去 三教九流五行八座的 都有自己的行话 再极端就叫江湖黑话 听上去很难懂 你比如东北 东北最普通的黑话 就是一见面 先报腕 什么叫报腕呢 就是你报一姓名 过去的人讲究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所以一上来 你什么腕 就是您姓什么 这当然他不能说您姓什么 人一听您就不是江湖上混了 所以你来报个腕